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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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恶势力的四大诉求 任何的极权政府 皆要利用两股恶势力 去推行暴政及欺负市民 来两股恶势力就是 扭曲的立法议会 同为失良知的军警 回归22年 香港的立法会 已经被保皇党派 民建联工联会 控制了 当市民面对政府 和公认机构严重犯错事 要求立会用突券法去调查 总被保皇党派推翻 当政府推行恶势力 保皇党却大力支持 宁愿破坏恨之有效的议事规则 2019年6月起的 反送中修例风波 警队对示威者的濫武濫步 已经到了一个疯狂 及无良知的境界 你两股恶势力的诉求 几乎完全违反公义之余 更要强衡 同一事情 双重标准 我将他们的诉求 跟大家续一分析 恶势力诉求一 反对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真相是极权政府 和恶势力团体最害怕的东西 自从回归以来 会遇到大是大非 与近期沙中线工程多行造假 当市民提到独立调查 政府和保皇党势必反对 此乃为何 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恶势力诉求二 为侮辱公职人员立法例 如果立切恶法 恶势力 必得寸进尺 助长滥权滥暴 令市民灭声 恶势力诉求三 增加警队福利 警队已经是几个纪律部队里面 申筹最高的一队 但这群恶势力 仍贪得无厌 竟然想趁火打劫香港纳税人的钱 当下警家属 及民建联 利致当头的要求 是否要要挟主子 如果主子不就范的话 黑材料便会被牵出 恶势力诉求四 监司会 科室切录影录音 这个动作已经将这个主子 与两股恶势力的居心表露无谓 自己人却黑伤作业 为所欲为 有见及此 五大诉求缺入不可 以下是例子《苹果》新闻的报导 何君尧发起清洁香港行动 现身掃地数分钟即走人 而与721元朗恐怖 袭击白衣人关系密切的 立法会议员何君尧 发起今天 21日 在18区进行清洁香港行动 清聚各区连笼墙 过去何君尧发起的活动 都不时有撑警人士 襲击他人或记者等 而何君尧在行动前 撤回不反对通知书申请 警方虽然在昨天 例行记者会上 曾指 若有暴力行为会严正执法 不过有人已经呼吁市民 不要为首年农场 而与俄的支持者冲突 何君尧也在Facebook发帖 清房间忧虑是不必要 只为安全起见 他们不会清理连笼墙 只会清理街洞垃圾 也不会与任何人起冲突 若遇上挑衅会引让 有需要时会报警求助 下一則新闻 橙衣男 橙文宣挑衅市民冲突 防暴刀墙 护送离开 立法会议员何君尧 21日发起 在18区正行清洁香港行动 虽然他在Facebook发帖 清不会清理连笼墙 又指清洁人士 不会与任何人起冲突 但今早港铁元朗站附近 有数名中年人到场产文宣示 与旁观市民发生口角 最终在警察和防暴到场护送 清理人士离开 记者向其中一名穿着 支持警察严证执法 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 橙色衣服的男子宣问 他们是否响应何君尧以来 男子反误灭记者 违警署 又拿出手机反拍记者 旁边警察也有到场 并迅速在产衣栏及清理连笼墙人士前 设防线 而清理连笼墙人士在防线后继续清洁 市民则不满 小事都叫防暴警察到场 质疑是否警察合作 一名防暴情绪激动 反指市民煽动群众 在野不满后收声 并背对现场传媒镜头 防暴其后撤退 清理连笼墙人士在警员护送下离开 下一则新闻 何君尧清洁日全城恐慌 至少8个投注站受影响 立法会议员何君尧 一千发起921总动员香港清洁日 号召大批蓝丝破坏18区连笼墙 引起全城恐慌 马会今天宣布 为确保顾客及员工的安全 至少8个场外投注站 明日起暂停服务或提早关闭 当中包括屯门广场 沙田好运中心 粉令明都等场外投注站 明天暂停服务的场外投注处为 屯门市广场 元朗合一街 元朗太行街 北角电气道 沙田好运中心 粉令明都 船湾青山道 下一则新闻 香港警察学院今早在黄竹坑警校 举行结业礼 但警方罕有未有安排 传门入内采访 警方回应 苹果日报查询是清 今日警校学院 结业礼 不切传媒采访 但未有交代原因 香港电台报导 今早多间传媒机构到达黄竹坑警校证本市 由在场警员指 今日的结业礼不公开 也不会安排传媒采访 大批传媒只能在警校外边拍摄 而港铁海洋公园站内 就有警车停泊及警员把守 翻查资料 在黄竹坑警校举行的结业礼 及结业会操 警方一般都会安排传媒拍摄 及访问毕业的督察学警等 下一則新闻 921再光复屯门 慕望元朗恐襲两个月 面对恶法威胁 港人对抗执法不公 与白色恐怖的抗争 日程表 适时更新 921屯门公园再光复 时间下午3点起步 地点新和里游行至屯门政府合处 921屯门恐襲两个月静坐 时间晚上7点起 地点元朗站 922和里室4点0板 时间下午12点半起 922全湾中学罢货联办集会 时间下午2点半起 101全民黑衣日 时间全日每分每秒 地点全港各区 下一則新闻 黄台仰与大尊新联合出击 地知识敲门 游说未表态参众议院 香港众志黄之锋 访美团结束行程之制 大尊学界国际事务委员会 暖和德国批出政治难民 庇护身份的本土民主前线 前召集人黄台仰 接力对美国国会展开游说工作 而向原本未有表态支持 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的 众议量会议员 地知识敲门回见 争取对方在大会投票支持法案 下一則新闻 谋法局赴美推广香港 场内示威者高呼 光復香港时代革命 香港谋法局 于美国洛杉基当地时间周五 举行大型的国际推广活动 迈向亚洲首选香港 早上活动开始前 先有十数名居美港人 辞华押到场示威 声援港人争取五大诉求 并谴责警察暴力行为 其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 邱藤华于会上致辞 亦有示威者于场内手持标语 并告辅光復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 打断其发言 示威者随即被保安人员 带来会场 下一則新闻 白色恐怖万而至银河业 陈任职汇丰银行 客户服务主任 梁黎邦 月初设街站招募业界人士 筹组工会 却租匯豐报复 向外判公司施压 以良参与政治活动时 透露公司名称为由 要求将他即时解雇 他今晚六时 于中環遮旦花园发起集会 反地财团打压赶人 筹组工会 要求匯豐撤回解雇决定 大合唱 足交代831太子事件 反送中活动持续 市民抗争的热成 无因开祸而減退 荃湾区8间中学的学生 今日20号发起人链 晚上8时31分 再到余景新城高场 愿荣光归香港 促请政府交代831太子站事件 大概晚上六时许 过百名学生和街坊 在荃湾地铁站附近 促起人演 高叫光復香港 时代革命 五大诉求 缺日不可 有高唱 愿荣光归香港 晚上六时45分 有三辆警车 驶至港铁站 对开的巴士总站 数十名警员下车 现场学生和市民 即改场 有班警察 偎俊仔 和肥妈又怀疑 高叫721不见人 831打死人 又有市民大叫 叉鸡饭 下一則新聞 8名港大身 揮美国国旗 校园游行 逐美国国会 尽快通过人权法案 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将于美国国会展开审议 香港大学 今五有大约100名港大 美国旗队成员及港大身 在校园内游行 促成美国国会 尽快通过法案 也呼吁国际社会 继续关注香港的事态发展 游行于大学街开始 沿途有握手演奏美国国歌 参与者于游行至邵逸夫楼市 合唱美国歌歌 并高喊 驱逐共党 光复香港 Weasley Beijing Liberty Hong Kong Paston Trump Peace Liberty Hong Kong 邓厚浩 港大美国旗队成员Derek表示 美国国旗代表民主及自由的价值 是香港人过去20多年所追求的价值 中共过去22年不断打压香港人 没有遵守到中英联合声明 促成美国及国际社会 站在港人争取民主的一方 呼吁尽快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也希望其他国家采取实际行动 帮助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 今天就文库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